穿著保全制服的男子 站在服飾店門口 惡狠狠的瞪著對方 突然間伸手攻擊 先是猛力推了店長一把 又勒住對方脖子 用腳將人勾倒在地 還好女店長 沒有摔得太嚴重 很快就站起身 請同事幫忙報警 直接攻擊我這樣子 有一點想要像過肩摔 這樣子把我摔倒 會再爬起來再攻擊這樣 事情就發生在13號下午 當時東區名店城裡頭 人潮來來往往 不少民眾都被嚇了好大一跳 被攻擊的店長說 保全當時是先尾隨 一名戴帽子的男子 對方跑來店裡求救 店長只不過是上前詢問 就挨打 先生被尾隨 那他覺得對方有不太友善 所以他就是有點害怕 保全打人之後 就一直倒在地板上 直到警方到場 他又突然情緒失控 攻擊警方 被壓制在地仍然不斷反抗 援警只能趕緊將人強制送意 就是狀況不是很穩定 到現場 他可能也沒有看到是援警還是什麼 就是反而就是攻擊我們援警 那援警隨時就是進而壓制 只不過在台北市人潮最多的東區大樓 保持盡然情緒失控 尾隨路人又毆打店長 恐怕民眾經過都會性尷尬 記者詹潮城旅記 台北報導